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欠想这时刻能在他们身旁 陈日君书记 我5月6月去了欧洲40日 以后就没有计划再去 从去年病后肺功能明显退步 我趁还能旅行 决定再次探望美加华人教友团体 向大家说一声拜拜 想不到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心爱的香港 发生了一连串使人痛心的事 我猶疑应不应该取消这次行程 留在那些被邪恶政权追杀的兄弟姐妹身边 顶着这个愤怒和悲哀的心情 我还是要在匆忙之中上了飞机 本来这次和美加老朋友见面谈话的主题是 大陆教会的危机 现在我一定要大声疾呼 香港沉沦 上了飞机看了一些报纸 是香港8月17日 我是14、15日去越南 16日赶回来参加了修会的周年盛事 17日早上才整理行李 为50日的旅程 几乎没有看过报纸 反对东北勃款案 13人非法集结罪成 前日租高院上诉庭 重判入狱8至13个月 13人反东北发展入狱 千人声援 我看了《明报不处于名》的社评题目是 《抗争不应暴力盲动》 《青年断送前程可悲》 重点是 《覆核刑期港法港理》 《勿妄言司法政治法》 《此地无银三百两》 《坏你荼毒年轻人》 《谁之过夫之欲出》 你扮同情年轻人 不如坦白说 你现在宽天起地 猫杀了老鼠 不要哭 你这件坏事刚刚做完 已经在做下一件真本事 可笑的平民是 怪责不满裁决的人 政治化炒作 侮辱司法独立 自为我职公义 岂不是自打罪吧 民众的谋论太多了 不便一一搏斥 可悲的是 《明报》也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 我不认识李兆富先生 在《苹果评论》读了他的文章 可刑可阻嚇未来社会运动家 如果我能够写出他一样的文章 我会很自豪 他说 律政司既代表政府 更是代表公众利益 律政司要求复合刑期 经过的虽然是司法程序 实质上是一次政治决定 政府将问题带上法庭 政治问题、法律解决 代价就是 连司法机关的超言和权威也被削弱 律政司没有代表公众利益 亦同时破坏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和谐 到了三藩市 就立即知道 重夺公民广场案 商学三子改判即时入狱 虽然这已经是预料中的事 但在这件案件的重判 更可以看到司法成为政治镇压工具 法官仅成为国民老师 说重夺公民广场的夺治 就有暴力意味 他当然不是天主教徒 我们《诗高圣经》里有保禄中途说 基督已夺取了我 有人应该将基督送上法庭 夺取公民广场 只是学生从天马公园被迫到落下的时候 在憤怒当中作出的象征性行动 要能够站在铁山之内叫口号 既没有伤害人 也没有破坏财物 倒是警察小提大祖 将三个学生领袖拘留超过四十小时 又不让那些围住棋肝的青年 喝水去厕所 我倒想问问医务官员 这个是不是实质的暴力 我说警察的时候 当然是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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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党律政司申请覆核的决定 在他的部门里是他个人 如果他有上面来的指示 他就是奴才 又奴化了法官 如果他没有上面来的指示 他应该是心理变态 还有 林郑太太不是这个特区的首长吗 她能够袖手旁观吗 她自己也是一位有孩子的母亲 从法官的判词和左部的宣扬 我们可以知道 没有久就轮到占中三子 对不起 按新华社指示 我应该说 煽动非法占中的三丑 入屋吧 愚蠢的政府 以为这样就能够阻壳热心 关怀香港前途的市民吗 你们竟然这样无知 历史上革命的成功 就是抗争镇压镇压抗争而成功 我这个出家的老人 亦都是荼毒年轻人之一 不单只逍遥法外 更加逍遥国外 好惭愧 我是信徒 在这个假期当中 我会增加祈祷 回港之后 如果能够被预约拘捕 从探监者变成街下囚 能够来陪伴狱中的兄弟姐妹 将会是我的光荣 香港荣优前前主教 陈日军书记 2017年8月18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